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你回去要做一件事 我们今天要来谈父慈子孝 先讲子孝再讲父慈 讲父慈子孝并不是因为基督教信仰 劝人为善 敬人为恶 不是 讲父慈子孝并不是 它是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 不是 讲父慈子孝 是因为圣经里面对这一件事情 有非常清楚 简单 明白的教导 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享受在家庭的里面 中国有一句责言说 家有一宝 如有一老 可见 你们听出来了是不是 家有一 果然不错 如有一 我以为你们都相信家有一宝 如有一老 可见家里面的老人家是多么的福气跟有用 比如老人家可以提供他过去的经验 丰富的生活经验给子女 虽然子女都不相信了 或者可以帮着子女照顾他们的儿女 对不起 有新来的吗 有新来的朋友吗 没有 没有啊 好 那我们继续 对不起 我刚才忘了 要问新朋友了 或者可以帮着子女照顾他们的儿女 如果他们三代同堂的话 我是不鼓励把孩子送去 把孩子送去给 去跟爷爷奶奶住 只跟他们住 没有跟父母住 或者给外公外婆 当然很少数的例外 但我觉得这个不是对孩子有很大的好处 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却发现 时代进步实在太快了 父母的经验好像没有办法传承 如果父母坚持自己的原则 一定要用在孩子的身上 有可能反而造成家庭的问题 尤其台湾是一个急速发展的 一个小家庭的社会 小家庭的社会 每一个成员都非常忙碌 自己很忙碌 我常常不知道我儿子在忙什么 我女儿在忙什么 我儿子现在已经不跟我一个小家庭了 他已经定主家庭了 所以我们家现在剩下三个 小家庭就是我跟我太太跟我的女儿 我也常常不知道我的女儿在忙什么 有的时候很晚的时候 我才问我太太说 女儿没有回来吃饭吗 她说她没有回来吃饭已经很久了 没有回来吃饭已经很久了 都在哪里吃呢 都在办公室吃 因为大家都很忙 所以忙了自己的事情 因此互动减少到 很多家庭都是只有必要的事 才交换意见 你知道这个是一个蛮危险的事情 因为等到有大事情发生的时候 一触即发 家庭的结构实在不太稳定 只有父母子女 甚至只有夫妻两个人的家庭 其实有许许多都非常需要调整的地方 由于现在少子化 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很多 我告诉各位一个孩子非常难教 这不是我说的 我自己有两个孩子好一点点 他们说一个孩子叫做独霸 两个孩子将来养成的性格叫做对抗 只有三个才学会妥协 所以如果你们有三个孩子的 他必须妥协 他必须妥协 因为老大会跟老三结盟 在必要的时候对抗老二 对不对 可是有的时候呢 老大又必须跟老二结盟 这样可以抵抗老三跟爸爸妈妈的那股势力 可是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 他就是独霸 如果他是两个孩子 他只学会对抗 因为只有一个儿女 父母的心情也有两极的现象 有的太宠 有的期待太高 这些都会造成子女身心健康 或者父母互动紧张的问题 我并不是帮政府推动多生育 我鼓励大家多生 一方面也是圣经的教导 可是所有的孩子 或者刚刚结婚的人 生一个就说够了 生两个就说够了够了 这样子 生第三个很少 所以应该鼓励大家多生 鼓励大家多生 只有做到爷爷奶奶的时候 才说再生吧 那个时候已经不会生了 事实上 以福所出前几次的信息分享 我们都在说一件事情 我们没有要教导怎么样有一个和谐家庭 其实我们要教导的是圣经家庭 我们没有要教导说在家庭里面怎么样展现一个社会是一个融合的气氛 我们没有要教导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是到底神怎么看家庭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在看圣经怎么真实有效的用在我们的身上 事实上上一次我已经说过了 教会如果拥有健康家庭的成员 那么教会才有可能有好的发展 如果教会没有好的家庭成员组织在里面 那么教会的同工就会很辛苦 这几年我在欧洲几个国家参与服事 我就发现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 这跟美国不一样 你到美国去无论东岸也好西岸也好 靠北边也好到南部也好 它有一点差别 可是差别真的很小 尤其美国华人教会几乎长得一样 几乎长得一样 就中国人多一点点 中国大陆人多一点点 或者台湾人多一点点的差距 其实差不了太多 或者香港人多一点点 就这样 都会型的有一点点都会型的样子 乡村型有乡村型的样子 可是如果你到欧洲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 即便希腊 意大利 西班牙 葡萄牙四个都是南欧 他们都有很相近的文化 可是如果你在里面就发觉他们完全不一样 葡萄牙的饭跟西班牙的饭 跟意大利的饭跟希腊的饭 四种饭完全不一样 吃饭的时间也不一样 喝的咖啡也不一样 是我们喝不出来人家一喝就吃了 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个缘故呢 他们教会的结构很特别 特别是德国的华人教会是最难牧养的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都是知识分子 他们只透过这里信 他们不透过这里信的 他们如果不经过理智他们不能相信 第二他们最大的困难还不在那个地方 而是这几年美国的华人 这个亚洲的华人花最多的力气 要在德国把华人教会建立起来 一直建立不起来 最主要的缘故是德国的政策 德国的政策最近一两年开始开放 以前是原则上只发给你学生签证 不发给你工作签证 除非我们德国人找不到了 我们欧洲人也找不到了 才开放给亚洲人来 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没有家庭 他们没有家庭 你知道一个教会要成立起来 至少要有七八个家庭 我讲的家庭是有父母子女的 所以他们建立不起来 他们都是学生 所以那个教会每三年四年轮一次 如果来念大学本科的他们这样教 四年他们就要回去 如果来念研究所的两年就要回去 一年就要回去 如果来念博士的四年五年八年十年 念完的也都要回去 所以他们的德国的教会是最不容易做起来的 美国的华人花了多少力气 就是建立不起来 为什么 因为教会需要健康的家庭 教会里面如果没有健康的家庭 教会建立不起来 那今天我们要透过以福所书六章一到四节 来看看这本两千年前所写的圣经 怎么看亲子关系 和今天有什么关系 今天你到坊间去看一堆的书如何亲子关系 我想那个是大概最多书的 最多书了 除了夫妻以外就是亲子 全部教那些 我告诉各位 你全部读完了不如读的四节 不如读的四节 我不是一个很喜欢把某个东西特别高举的 不过我告诉各位 圣经里面这么精简 有关于父母子女的 如果我们学起来 我们的父母子女关系一定会有很好的改善 那这也是神很特别的做法 我们来读以福所书六章一到四节 请你翻开圣经 以福所书六章一到四节 我们来看这四节圣经到底在说什么 我们都同声来念一到四节 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念 预备请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 使你可父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要在第一几个建议 你们做父亲的 遇到的儿女的心 不要看这么简单的经文 我们今天要从这边来看 家庭是神设立的 它不是一个社会的制度 它不是一个社会的制度而已 亲爱的弟兄姐妹 它如果是一个社会的制度 它会随着社会制度而改变 但事实上家庭不仅是社会的一种制度 而家庭最主要的是 神设立的父母子女用来清楚描写神人的关系 神人的关系 如果我们从我们跟配偶的关系 我们跟子女的关系 我们跟父母的关系 很容易认识神 这个大概是最容易认识神的一种方式 其实今天全世界的家庭有许多的问题 是因为人不晓得家庭制度是上帝设计的 其实这个也不能怪 那些在台湾或者在全世界各地 推动各种制度跟法律的人 我从来都不怪他们 我只怪我们自己福音传得太慢 当我们花很多的力气去抵挡那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忘了一件事情 我们越抵挡 其实效果 我不能说没有 我觉得那个力气应该拿来把福音赶快传扬 因为只有确定 家庭制度是上帝设计的 人才会回到说 那到底上帝怎么说呢 如果我们不能确定上帝是家庭制度的设立者 我们为什么会去找上帝 或者问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呢 如果我们真知道家庭是上帝的设计 我们就应该去问他说 到底怎么样才能维持一个和谐的家庭关系呢 圣经上如果这样讲了 我们照着这样做了 我们就能够享受并经营在这个当中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就是你知不知道有诀窍 如果你不知道有诀窍 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我因为要到欧洲去 所以我在台湾用一只手机 到欧洲那边 有一个像远传 或者像台湾大哥大 这种他们一个华人的公司 就送我一个手机 然后里面就挂了网络 就可以打电话 他有一个上线 他就是我不需要付钱 他因为他是一个教会的弟兄 他就说 那个是个网络很大的线嘛 对不对 你就是买 他就送我一个免费 他其实给我一个额度 打到那边 他会告诉我 说你打到什么地方了 那就给我 后来呢 那个手机呢 就充电 上次去充电有困难 充很久 充不进去 充不进去 后来我这次去 我就跟他说 充不电充不进去 他说没关系 你拿过来 我换一只新手机给你 现在手机便宜得要命 那我就拿手机给他 他就换一个新手机给我 结果我拿到手机之后呢 我打开来 我发现有一个东西不能用 什么东西不能用呢 就是不能热点分享 那我就是需要热点分享嘛 因为我用那只手机在欧洲可以打 可是如果我要上网 我就需要把它分享出来 给我台湾的手机 因为我所有的资料都在台湾手机里面 LINE啊 WeChat啊 所有的东西啊 WhatsApp啊 什么东西都在这里面 然后上网要查我的email 全部在这只手机里面 所以我就这样 那我就找人 一直帮我整理 说怎么样让我的热点可以分享出来 可是我每次按进去 他就说你这个需要找 就是他们的电话公司 而且不是华人的电话公司 是华人电话公司的上面一个电话公司 是一个全欧洲几乎最大的电讯公司 要去跟他叫他们去开出来 就没办法 我就拿了那个手机 就等于没有用了嘛 因为我在欧洲不太打电话 我主要是靠网路 然后我就拿着那个 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人 那个人是我认识在西班牙 两年前认识一个人 他是专攻硬体的 电那个手机硬体的 不是软体的 软体的 那你知道硬体比软体还厉害 厉害 因为他知道整个硬体的结构是什么 我就给他 我就给他 他就拿下招招 一直弄一弄一弄一弄 我就在看他弄的时候 都专门跑出一些 我们在电那个 手机上看不到的荧幕 我都不知道说 手机里面怎么有这么多东西 他就一直弄一弄一弄 然后他还在里面打刺 然后再修修修修 后来跟我说说 他说李长老 他说我可不可以先把它改成简体字 因为繁体字我是在看不懂 我说没关系 你把它改成简体字 他就改成简体字 改完了之后呢 他就把他就弄一弄 就解开来了 解开来就说 他说原来 这支手机当时有限制 他里面有个限制 你离开欧洲以后 你打开网路 他就会把热点关掉 这样 回来他就把你锁住了 就不让你在欧洲也热点分享 听得懂吗 听不懂没关系 反正这个并不重要 那为什么讲这个不重要的事情呢 是要告诉你很多事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以后他就打开来了 那我说那这样可以用了吗 他说可以 我说到我现在带到亚洲去 又打开热点分享了 他说没有关系 我已经把它解掉了 好厉害啊 后来他就告诉我说 这样没问题了 你带得到处走 我当然不会到亚洲去给他开嘛 不会把他开网路嘛 因为这样很多钱 对不对 我何必浪费人家的钱呢 我就拿了两个手机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台湾话说 美美格格 你才会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啊 我们教会那个时候 看了这边一块土地 很多年前 就是国发会的那块土地 我们美波波在这里 后来我们教会没那个钱 我就到菲律宾去找一个大财主 说问他要怎么样 跟他合作 他过来投资 然后只要分给我们一块地就好了 那块地只要一千平 也不要太大 因为那个地太大了 你拿去盖房子 赚的钱 分我们一块小地 如果你还愿意 帮我们盖一个教堂就好了 如果你还愿意 帮我们里面装修就好了 如果你还愿意 就再给我们一点点好处就好了 后来他们研究完了 回来 后来我就去菲律宾跟他们谈 他们告诉我 第一 他问我三件事 第一 你们跟陈水扁总统打过招呼没有 我说我们买一块地盖一个房子 为什么跟陈水扁总统打招呼啊 第二 我们从来不在海外投资 所以我们如果要投资 我们要做很多的研究 第三 他说我告诉你们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国家盖房子 是因为我们知道哪里有蟑螂 听得懂吗 我们到台湾去不知道有多少蟑螂 也不知道蟑螂在哪里 所以我们不敢过去 这样听得懂吗 这个叫做美美杠杠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重点在哪里 不知道重点在哪里 当你知道重点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最近几年在欧洲帮助很多的教会 因为我在上帝的面前祷告 求你让我在有生之年 在欧洲设立十个典范教会 十个典范教会 因为它是都在不同的国家 每一个国家的典范教会 跟另外一个国家长得完全不一样 不像台湾 台湾是个多元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林良堂 你可以看到信友堂 你可以看到基督之家 你可以看到南京东路礼拜堂 你可以看到张茂松他们的行道会 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 可是你知道在欧洲没有这种华人教会 所以在帮他们设置典范教会 典范教会 这几年来已经设立了好几个典范教会 已经慢慢就很不错了 很不错了 我自己在教会里面 慕会参与服侍三十多年 我在那边的时候 我就看到神学院毕业的学生很可怜 在我们这边完全没问题 刚才兰安良在这边报告 他神学院毕业的时候 来我们教会问题不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有组织 我们已经有系统 他来 他做个传道人 有人照顾他 有人帮助他 他就会慢慢慢慢成长起来 可是你知道欧洲我们神学院 欧华神学院毕业的学生 进到一个教会去 他不知道怎么募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通通是代指的 没有一个人全职过 没有一个人全职过 所以他们从一群人当中 有一个人全职 他念完书回去之后 他的身份是什么 他们怎么看他 他怎么跟他们相处 你知道通常的情况就是 传道人受伤或教会受伤 最有可能的事情是 教会跟传道人都受伤 所以我们不了解 所以我就在那边帮他们 帮他们 很多的事情是 他们连想都没有想过 想都没有想过 比如说他们都在建堂了 他们建堂了 他们这些学生毕业 也蛮好的 也蛮快的 就开始要建堂建堂建堂 每一个要建堂就来问我说 李长老这块地好 还是这块地好 还是这块地好 我还要去帮他们看地吗 然后就说我们有多少钱 你觉得我们有多少钱 我们可以盖多大的礼拜堂呢 后来我就告诉他们 我跟他们讲 建堂不是一个目的 建堂是弟兄姐妹同心的过程 所以不是哪一块地的问题 不是有多少钱的问题 建堂是弟兄姐妹同心的过程 而堂建起来 它只是结果 如果你把结果当成目的 你就会不择手段 因为它本来是一个结果嘛 你把它当成目的 你就会不择手段 把目的做出来 其实那个是结果 结果必须是一个发生到最后 产出来的东西 我就跟他们讲说 请你不要误会 建堂不是目的 弟兄姐妹 这个是我多年来误会的经验 他们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一直在想说 我怎么建堂 我要怎么弄钱 我要怎么弄 那都不对 那个是他们同心的结果 所以有一个教堂 他们看了这个 看了那个 看了那个 后来我去 我跟他们聊一聊 我就跟他说 不是是不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我跟那个牧师说 不是是不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是你们的同工的心 没有同心 那他说怎么办呢 当然是放弃 当然是放弃这块地 因为你没有办法的 后来就慢慢慢慢 后来建了一个非常大的堂 你知道他们曾经18年 跟人家借一个堂 18年跟外国人借一个堂 那个18年借一个堂 那个堂只有一个厕所 那个厕所只有这么大 里面就是一个马桶 一个洗脸盆 然后呢 他们上厕所 男的在那边 女的在那边 洗碗在那边 煮菜在那边 因为他们就必须用那个水 所以他们在那边洗碗的时候 你就跟他 对不起我要上厕所 他就出去 你就把门关起来上厕所 然后他又来洗碗 就这样 煮菜也在那个地方 后来他们同心起来的结果是 盖了一个堂 那个堂有18个厕所 那个牧师说 我们已经18年忍受 全教会只有一个厕所 所以我们这一次盖起来的堂 要有18个厕所 他们真的有18个厕所 然后吃饭的地方 可以容纳两三百个人一起吃饭 在东欧的地方 华人教会 所以如果我们有个正确的概念 你才会做出正确的结果 今天我们为什么家庭有这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了解 必须只效付词 我再说一次 这个不是中国伦理 我现在要讲的是圣经上说的话 圣经上怎么说呢 我们再来看一到三节好不好 我们来念一到三节 做一到三节 我们当中一定都是做儿女的 当然有些人也是做父母的 但是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做儿女的 我们一起来读一到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你们做儿女的 请你写下来 这里提到子孝的部分 消极方面 听从父母 积极方面 孝敬父母 这里提到圣经上提到父慈子孝的时候呢 儿子或女儿两件事情 第一个听从父母 这里牵涉家庭里面的是顺序的问题 如同夫妻是顺序问题一样 夫妻有顺序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丈夫贵妻子见 不是 也不是因为丈夫高妻子低 更不是 更不是因为丈夫聪明妻子愚昧 不是 不是我的经验 也不是我证婚上百对的经验 我每次证婚 我都觉得那个姐妹比那个弟兄聪明 所以一定不是因为聪明笨的问题 乃是因为这是上帝的顺序 上帝的顺序就是 丈夫做头 妻子听从丈夫 这个听从或者顺从并不代表顺服的人位阶比较低 其实不是 一点都不是这样 只是一个事情要有一个人最后来做决定 那么谁来做决定 圣经上说丈夫来做决定 这并不代表太太不能有意见 其实太太可以有很多的意见 我常常说 有权没有责的 如果有人有权没有责 我们就说他滥权 因为他不可以拿到这种责任 这种责任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做丈夫的并不轻松 很多做丈夫说 你要得听我的 你慢慢弄吧 你慢慢弄吧 如果你不能爱你的妻子 他不容易听你的 反正家庭是你的也没办法 我现在只是告诉你 这是个顺序问题 这是个顺序问题 你听你丈夫的你不会错的 当然 我没有叫你什么都听他的 傻傻的什么都听他的 你应该自己分析 你应该自己比较 你要跟他讨论 然后你要读圣经 然后跟他有智慧的 慢慢跟他谈 到他理解你在说什么 有的时候是态度问题 有的时候不是决定问题 是你态度问题 你态度好很多事情能解决 你态度不好其实很难解决 OK 这是夫妻的问题 其实决定的人就必须承担责任 所以整个事件来说 是一样的 丈夫跟妻子没有哪一个占到便宜 没有 没有 这个顺序问题 因为这个缘故 圣经上说 父母是儿女的引导 在父母子女的上面 特别是儿女未成年的时候 父母是儿女的帮助 父母是儿女的教导 儿女要听从父母 弟兄姐妹 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 是讲给那些已经懂事的孩子 因为很多的孩子 还不到懂事的年龄 如果孩子只是婴儿期 他当然不太懂事 不懂事的儿女自然没办法听从 他可能是需要被照顾 而不是他需要听从 他需要被照顾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讲到 子孝说要听从父母 这件事情 其实更大的重点 不是放在儿女 是放在父母 儿女怎么听从父母 重点不在儿女 重点在父母 重点 重点在父母 一个孩子到了稍微懂事的时候 做父母的就要教他 教他 听从父母 怎么教他呢 其实儿女要听从父母 是父母教出来的 是父母教出来的 有些孩子很吵闹 可是父母完全不管他 完全不管他 所以这个儿女就觉得 这样是正常的 我们欧华有一个餐厅 因为我们跟西班牙人 神学院一起吃饭 所以我们那个神学院 平常吃饭 正常的时候呢 有80个到100个师生 来自18个国家 18个国家 所以他们的语言是很复杂的 我们常常要讲话 都是讲 你讲你能懂的语言 我讲我能懂的语言 然后再凑着一些讲话 然后把它讲起来 吃饭的时候 大家都在坐在椅子上面 那我们从中国大陆前年 有一对夫妻带两个孩子过来 那个孩子 女的稍微大一点 大概六岁左右 男的那个孩子大概三岁多 四岁应该不到 不到 那在学校里面 大家一起吃饭 大家一起吃饭 那我们就把那个 小孩子有孩子的椅子 就把那个椅子给他 然后呢 他的男孩子 是不在椅子上面吃饭的 不在椅子上面吃饭的 他的全场跑 在吃饭的时间全场跑 他的妈妈就拿了汤匙全场追 那是学校的食堂嘛 学校的餐厅嘛 那他就说了 那我们就跟他说 说某某人 他说你的孩子要坐在椅子上面 他就说没有 他说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这样 我当然知道从小是这样啊 那不然长大突然突然跑下来跑嘛 对不对 从小就这样 我们都知道是从小就这样 从小就这样 那我们就跟他说 你看那个荷兰人的孩子 荷兰人的孩子才两岁 还有他两岁 他其实拿东西都拿的不是很稳 拿的很稳 他就呢 他那个妈妈就把他放在椅子上面 然后他就吃 就吃 吃的全身都是 你知道吗 他用去塞 又不一定塞到嘴巴里面 塞到鼻子里面去了 就像这样的吃 然后满脸都是吃的 他妈妈就坐在旁边 帮他擦一擦擦 就让他自己吃 吃了以后呢 他妈妈先在地上铺一个塑胶的 然后就全部掉下去 你知道吗 他其实放在嘴巴里面 比放在外面的还要少 他就这样吃 吃了然后呢 然后他妈妈就来收 然后就来收 然后大家就来帮忙 那孩子很乖 他孩子要一哭啊 一哭他妈妈就很小声这样 他如果哭得再严重 他妈妈就把他抱起来 都没有跟他说话 就把他抱到外面去 走一走走一走 又抱回来 又放下来 大家吃饱了 他就吃饱了 你听得懂吗 他那个孩子不行 他说我们这个孩子从小就这样 后来我就跟他说 对 你的孩子从小这样 可是来到这边 这边是西方国家 他第一次出国 从中国大陆出来 他到那边去 我就说 那你必须学这里的礼仪 我说 不会要你马上就这样做 可是你需要在一两个月之内 让你的孩子做下来 没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他爸妈妈妈就是这样子的人 不是因为孩子 当然孩子一定有一些个别的差异 但是这样子孩子长大 他不会听从父母的 他不会听从父母的 因为都是父母听从他的 他在成长的阶段 父母没有教育这个孩子 养成听从的习惯 等到孩子长大一点点 已经不听从父母了 你叫他怎么样 会学会听从呢 所以在消极方面 听从父母 是我们要学习的 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要学习的 有一次我坐飞机 那飞机长途飞机 结果就是在很安静的飞机里面 你知道在飞机里面 大家都不想讲话 有时候跟秋华一起坐飞机 我们两个都不讲话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力气 要来抵抗飞机 对不对 这么长途的飞机 所有的力气 是拿来抵抗飞机的 没有在那边两个人聊天 聊得很愉快的 能不讲话就不讲话 能眼睛闭的就眼睛闭的 大家都很安静的情况下 有一个孩子不停地大声讲话 你知道一定是华人 台湾人现在不会了 都是大陆人比较多 那个孩子大概三十岁了 两个孩子在那边玩 吵得要死 爸爸 我们大家就在看 那个爸爸在看杂志 妈妈在看报纸 没有人理那两个孩子 吵得要死 吵得要死 大家就好累 大家看久了 大家就一直 就会这样子看他 看他 后来爸妈大概有别人都在看他 一方面觉得别人很烦 一方面也觉得没面子 你们两个小声一点好不好 全飞机都听到了 我不知道头等舱有没有听到 但是我们经济舱全部都听到了 他的妈妈叫 就那个空服员跑过来 你知道吗 什么事呢 什么事呢 是这样子 然后那两个小孩子 因为大吼嘛 那个小孩就乖乖的 过来火声音又打起来了 又打起来了 就这样子一直反复一直到下飞机 所有人都投降 孩子怎么会听从父母 父母要教他 父母要教他 当然在我们当中有很多 像我这个年龄的 或者年龄比我小一点点了 我们自己是懂事的儿女了 我们的父母年纪比我们长很多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可以听从他们的了 我们可以听从他们的 听从我们的父母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敬重他们 还要听从他们 因为我们父母有很多很多的人生哲学 比我们有智慧 比我们老练 比我们周延 他们经历的多 他们看的多 虽然时代的巨轮不断的往前推进出来很多新鲜的事物 可是我相信我们的父母给我们很多过去的过去的经验 还是可以给我们做参考的资料 我想他们比我们差的 就是他们一些新的生活用品上面不太会操作 不要说他们不太会操作那些新的用品 我们也不会操作 我在看我们儿子他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做事情 我们完全都不懂他们在操作什么东西 我常常在想 如果以我们的年龄经验来看 我们都必须承认老人家看的比我们多 路走的比我们远 了解事物比我们透彻 年龄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诗篇第119篇100节 100节说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因我守了你的训辞 他说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因我守了你的训辞 可见要比年老的明白容易不容易啊 不容易 要比年老的明白不容易 年老的常常是心里明白的 只是他们常常装傻 我常常说老人家常常装傻 我渐渐也老起来了 我常常装傻 我在学校里面 学生问我问题 我有的时候回答 有的时候不回答 而且问题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上有说 不要回答愚昧人 对不对 可是他下面一句又说 要回答愚昧人 那问题是要回答愚昧人 还是不要回答愚昧人呢 能分辨 能分辨什么人是可以回答的 什么人是不能回答的 这个叫做智慧人 有的时候我们不回答是知道 还不需要回答 有的时候他识问我们就虚打了 为什么他识问我们虚打呢 因为他还不能够明白 有的时候他虚问我们实打了 为什么他虚问我要实打呢 因为我觉得他虽然来假的 可是我要跟他玩真的 这个叫做智慧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自己二十岁左右开始服侍到现在 我不到二十岁开始服侍 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服侍 到现在四十年 你知道有多少失败吗 我常常跟学生说 我常常跟那些神学院的学生说 我说我告诉你 这里有一个透明的玻璃 是你看不见的 但是它一定存在 你走过去一定会撞到 他们看了半天说没有啊 我说对没有 你走过去你就撞到了 就撞到了 他走过去一撞到就问我说 你怎么知道呢 我说这里有反光你看不见 他说为什么你有反光 为什么有反光你看得见我看不见呢 我说因为我撞了十次了 所以我就看得到反光了 你还没撞到十次 所以你看不见反光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老年人有一些话 你听了你不一定要马上反应 你放在心里面再想想 听从父母 即便我们年龄多大 都还是可以听的 如果我们连听从都这么大的困难 我们怎么可能从他们身上得到实际的好处呢 这里不仅提到听从 而且要提到孝敬 提到孝敬 在这个世代孝敬父母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大家都很忙 因为这一个缘故 所以我觉得最 在小家庭的情况之下 我们最需要做的孝敬 就是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父母最需要什么 然后我们以他们的需要的满足的顺序 来先后给他满足出来 我们不一定能够满足所有的 因为有些父母他有他实际的需要 也不是我们能做到的 可是孝敬父母的意思是 就是从他的角度想事情 他不一定会说出来 可是我们来想说他最喜欢什么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了解父子的亲密关系 父母子女的关系来认识神 儿女敬重父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想他会怎么想 然后他怎么想 我们就去做他们想做的 分他的老姐他的优 花时间陪他们 可能是最要紧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要花时间 做一个基督徒要想 神要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 我们应该从他的角度来想 他需要什么 不一定是我们需要什么 有的时候我们想要的 他们并不想要 所以重点在他们 因为只有他感觉到被孝敬 那才有被孝敬 如果他没有感觉被孝敬 我们一直要他做那些事情 其实是没有 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 当然孝敬父母有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如果他们还没有信耶稣 孝敬父母有一件是绝对不可缺乏的 就是把福音传给他 因为这是孝敬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可以让他得到永恒的生命 这是指孝的部分 我讲到这边 剩下差不多十分钟 我要讲到副词的部分 我要讲到副词的部分 做一个儿女 消极的应该懂得听从父母 孝敬父母 我们当中已经有一些人有儿女的 或者我们的儿女已经很大了 我们来看看圣经上怎么说 一个做父母的 一个做父母的 当然做父母的 不一定只有在养育你的儿女 其实在人际关系上面 这一个副词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请我们来读第四节 请我们来读《以福所书》六章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请 你们 这里提到两件事情 第一个不要惹儿女的气 第二个 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我再说 这个不是个伦理的问题 这里不是个道德的问题 这里是一个上帝的话语的问题 就是上帝告诉我们 怎么养育我们的儿女呢 他只有写两件事情 只有两件事情 如果你去看所有的书 都不会只有写两件事情 那为什么只写两件事情呢 因为只有这两件事情重要 哪两件事情请你写下来 第一消极方面 不要使儿女失了志气 不要使儿女失了志气 圣经上说不要惹儿女的气 这是个很奇妙的 很奇妙的说法 可能在别的亲子关系的书上面 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 说不要惹儿女的气 很多父母会说 我怎么会惹他的气呢 他不要惹我的气就好了 我怎么会惹我儿女的气呢 是他惹我生气 很多父母说 只有儿女惹父母生气 父母怎么会惹儿女生气呢 你如果想清楚一点点 我告诉你 父母常常惹儿女生气的 而且唯一能把儿女弄生气的 就是父母 就是父母 甚至有一些人自己有了孩子 还把孩子养大了 都不懂这个东西 就是什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 不要惹儿女的气 就是指着不要使他们失了志气 不要让孩子生气 不要去触怒孩子的气 不要因为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做法 去触动他的怒气 触动他的怒气 或使他失了志气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都知道 人的脾气是有天生的部分 这个没有办法 有的孩子生下来就是比较安静 有的孩子生下来就是比较好痛 那当然如果已经超过了bundary的那种 那是另外的事情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每一个人的脾气是有一些差距 但一个人大部分的个性跟脾气 仍然是学来的 仍然是学来的 仍然是培养出来的 是在成长过程当中 父母或其他的人 因着他们的表现被儿女看为模范 而学起来的 而学起来的 因为我们很多的动作自己看不到 所以孩子学到你的动作的时候 你并不知道他是学到你的 你不知道他是学到你的 很多时候做父母的 不是故意要培养儿女有怎么样的脾气 父母不是这样 我不是说要把他养成怎么样的个性 可是父母的表现 儿女就变成这样 父母的表现 儿女就变成这样 儿女有的时候也不是故意模仿父母 他甚至他觉得父母这样都不太对 他要尽量避免 可是他就变成这样 所以这个做父母的 一个需要自我认知的部分 因为一个人很多的时候是他 不知不觉学会的 我举一个例子 去年我到德国去讲道 到德国去讲道 那是个营会 两三百个人来 两三百个人来 那我到了时候呢 我就拉着我的行李进去 我行李拉进去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爸爸抱着一个孩子 一个中国人抱着一个孩子 那进来 那我就打招呼 我说你来参加营会吗 他说是 我说我来做讲员 那很好握握握手 没有信主的 那我就说哇 孩子长得很好 那孩子长得很好 长得很好 是一个男孩子 长得很好 大概两岁 两岁多 两岁多 然后就告诉我说 我就说你长得很好 我说很棒 就这样讲 他说对 可是这个孩子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 到现在还不会说话 我就说 可是我看他一脸聪明的样子 他说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 我就跟他聊聊天 就是跟他玩一玩 那孩子就这样跟我玩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 我猜猜看 不一定准 我说我猜猜看 我说不准没有关系 我说你这个儿子一定会说话的 将来没问题的 我说我猜猜看 他说怎么样 我说你跟你的妻子是不是讲 因为他们是大陆人 我说你跟你的妻子是不是讲普通话 你们两个讲普通话 就讲国语了 我说你呢 跟你太太的不同省份的 你的爸爸妈妈跟你是讲你们的家乡话 你的妻子跟他的爸爸妈妈讲的是另外一个家乡话 他问我说你怎么知道呢 我其实不知道 那是我进去碰到的我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 他抱了一个孩子 那孩子长得很好很聪明的样子 就是什么都很正常 各方面都很正常 就是不会说话 我说然后你这个孩子生在德国对不对 他说对 我说所以这个孩子现在还不会说话 很正常 他问我为什么 我说这个孩子现在有点困难 因为你跟你爸爸妈妈在讲一种话 他听不太懂 然后你们两个教他一种话 他又不太懂 然后他的妈妈在跟他的爸爸妈妈讲话 又是另外一种话 可是他听到的话全部都是德国话 这是我们外面的人你知道吗 对于那个孩子他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是不是 我说你放心 等到他再大一点 他一旦会讲话之后 他会跟四种人讲四种话 同时会讲 而且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是浙江人 你是浙江人 你跟他讲普通话 就是讲国语 他会回你浙江话 如果你是这个妈妈 用德文跟他讲 他会回他 他妈妈跟他讲的是国语 他会跟他讲国语 他跟我说是这样吗 我跟他说你来德国几年了 他说三年 我说告诉你是这样 因为很多德国孩子都是这样 很多德国孩子就是这样子 爸爸来一个省份 妈妈来一个省份 生了一个孩子不会说话 当然不会说嘛 你这么小 输这么多东西进去 他里面不work out 你听得懂吗 人的脑子一直学四个语言 你觉得呢 可是我告诉你 他一定会讲的 他一讲之后 他绝对不会搞错 对着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竟然讲起 那个不标准的国语的话呢 他立刻用浙江话回答你 这边立刻回到四川话了 他到学校去讲的是标准的德语 不会搞错的 为什么 因为人的东西是input进来多的 一个小孩子为什么性格会这个样子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举例来说 如果有一个孩子 他从小生长在一个父母很容易生气的家庭 父母亲为了一点小事 父亲就不高兴的大发雷霆 母亲会泼腹骂街 如果一个小孩子生长的这样子的家庭 当隔壁很吵的时候 他的爸爸会跑去隔壁敲那个墙壁这样子 然后跟孩子说你要乖 你觉得那个孩子呢 他能够长成怎么样的孩子 如果这类的父亲 他在外面工作 无论是工作 无论是孩子 学校发生任何问题 他觉得他们家被欺负了 他非去打抱不平不可 一点点的不公平 一点点的待遇 就马上要解决 而且没有办法遏止他的怒气 你觉得这个小孩子将来长大会变成怎么样 就是在比他强势的人面前一定很小心 听得懂吗 可以发作的时候呢 他一定会发作的 不然你要叫他学什么呢 他只会学到这个东西 因为他从出生一直到两三岁都在这种环境里面 他以为这是人类的正常表现模式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不要使儿女失了志气这一件事情 是使我们这些父母要好好的想的 好好的想的 这样的小孩子不是故意要学习霸道 他以为只有这样才能生存 各位 我们是在台湾 你已经在台湾习惯 太习惯了 你不了解 最近王院长写信给我 他气到不行 我真的一直求他 你不要生气了 你70岁了 你不要生气了 他就跟我讲说中国大陆人 学生喔 都是要做传道人 他那个思考模式 他说 恶读 诡诈 欺骗 说谎 竟然 比如说我有三个老师 这个老师 第二个老师 第三个老师 这个老师 我已经不会再上到他的课了 我已经不会再上到他的课了 我应接要毕业了 我不会再上到他的课了 我看到他也不打招呼了 你相信吗 我就回王院长一封信 基督 中国大陆人做基督徒已经够辛苦了 在文化大染缸里面 他们能这样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 他们会这样 我们实在没办法 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成长得很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个环境太重要了 那个环境是谁 就是做父母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我常常讲 做父母的跟儿女 跟儿女吵 儿女哪里有赢的机会 随便也赢你二三十岁 对不对 你不要说现在 现在我跟我儿子吵 我还是会赢的 我还是会赢的 最后说一句 我是你爸爸 不就赢了吗 对不对 我还是会赢的 你永远这样子 只会惹他的气 其实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非常的辛苦 我们做父母的 要理解他们十几岁的时候 他们的 在identify他自己上面 在把他自己 弄成一个男人跟女人的上面 已经够辛苦了 然后我们就是要压制他 其实我们要帮助他 要鼓励他 如果你问那个青少年 大部分青少年 如果他诚实告诉你 他会告诉你 全世界最不讲理的是 他的爸爸妈妈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这个问题 这不是对不对的问题 因为那孩子就真的这样想 因为别人跟他没关系 你听得懂吗 所以他觉得说 最不合理的就是我爸爸妈妈 其实这都是惹儿女的气 有的时候我听到父母亲 骂他的儿女 说你笨手笨脚 你简直是笨的钥匙 你有没有脑筋啊 我告诉你 这个话不要多说 说了结果 上帝会照着你的话 给你成就出来 你怎么会骂你的儿女笨呢 其实他如果没有做好 我们应该帮他 应该鼓励他 应该支持他 上一次我在这边讲了一个李真的例子 他在做最低阶的那个工作的时候 有一天他做得非常的好 结果那个老板 他把一个presentation做出来 一个PPT档 他老板看完了 就只跟他讲了一句话 你的powerpoint字这么小 我明天怎么报告 就走掉了 他气得要死 因为他做了这么多 然后做得这么好 老板一句肯定的话都没有说 老板就走了 那天他打电话来 我跟他聊了很久 聊了二三十分钟 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 我陪他一起骂他的老板 我有一句话没告诉他 就是其实你的老板 不一定有错 可是你不能告诉他 你的老板不一定有错 你知道吗 因为他会更生气是不是 我为了不惹他生气 我就没告诉他 你老板不一定有错 他现在已经从最低阶 升了一阶了 他下面已经有 那个可以被他骂的人了 你听得懂吗 我这次问他了 我说我这次问他 我前两天问他 我说李珍 你记不记得那次 你很生气跟我讲到 你老板是个笨蛋的问题 他说我记得 他讲讲讲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告诉你 其实你的老板并不笨 他如果笨 怎么可以拿你三倍的薪水 你听得懂吗 你以为公司是笨蛋吗 怎么可能 这是第一第二 我说你的老板说 你的字写得这么小 其实是在告诉你 下次字要写 听得懂吗 但是在业界很少 那个老板鼓励下面的人 我们不要把那个公司的东西 带到家里面来 儿女最重要的就是要 你们竟然没有人讲 怪不得我们教会希望不太大了 请问孩子们最需要就是什么 鼓励 鼓励他 他做对了 鼓励他 不要惹他的气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怎么可能全部都做对呢 你我从小成长的过程 有多少错误啊 然后我们现在终于出人头地了 你听得懂吗 就来压榨我们的孩子 那我不是故意在讲你 我只是让你知道 我们不了解一件事情 我们不小心就压到他了 其实让孩子多讲几一点点 慢慢慢慢他就可以长起来了 还有我们做父母的 不要使儿女失了志气 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永远比儿女大二三十岁 所以不要把他当成小孩子 真的 孩子读到大学了 不要把他当成孩子 尤其大学毕业了 不要把他当成孩子 其实理真理解有很多的决定 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们都不同意 都不同意 可是我们只能慢慢跟他谈 慢慢跟他谈 然后我们放在祷告的里面 我们就说你要不要这样想 你要不要这样想 但他最后做了决定 我们还是听他的 因为他必须自己负责任 你要把他负责任 付到什么时候 我们永远 我们没办法永远 帮他负责任的 所以很多妈保 是没办法的 是因为你保他 不是他要让你保 你听得懂吗 你保到后来他没有办法了 所以不要使儿女失了志气 更多的鼓励他 最后就是按着主的话养育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从小就带他们读圣经 一节就好了 你念一节给他听就好了 每天念一节 三岁四岁念一节 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很年轻的 三岁四岁念一节就好了 四岁五岁陪他一起念 念一节 两节三节 就这样子 自己的生命好好的活出来 怎么样做一个对的父亲跟母亲 非常重要 不是照着伦理道德 是照着圣经的教训 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把我们的父母先交在你的手里 如果我们在座还有父母存留在这个世间的 求你让我们懂得珍惜他们 因为他们在我们年幼的时候 在我们小的时候 在我们不懂事的时候 在我们毫无谋生能力 毫无生存能力的时候 他们就爱了我们 照着你的吩咐把我们养大 虽然他们不一定都做对 但是我们蒙了你的保守 今天可以坐在这里 可以站在这里 我们求你保守他们的身心灵 我们也求你让他们不仅可以得救 可以享受他们的晚年 我们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 求你让我们听从他们 孝敬他们 主我们也把我们的儿女交在你的手中 主我们需要你属天的智慧来帮助我们 主我们常常惹儿女的气 我们不自知 我们常常用我们强势的语言 主我们觉得我们是为他好 可是他不能感觉出来 所以求你让我们懂得 主啊欣赏他们 从正面来帮助他们 鼓励他们 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觉得他们被爱到 虽然我们真的爱他们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态度 让他们不能感觉 所以我求你 让我们有智慧来面对这件事 主我们也知道 我们儿女常常会下错决定 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你是可以改变人的神 求你在他们的身上动工 我们也求你 让我们有智慧和他们交通 主要特别给我们知道 怎么样带领他们相信你 听从你的话语 让你的话语成为他们的生命 谢谢主 我们现在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